晚安 歡迎收看 今天很多支不曉得哪一支 拿這一支好了 歡迎收看 正常發揮 為什麼要拿這一支 是因為我要先這個跟 我們徐國榮部長講一下 那個 我要自首啦 我要自首 因為我身上有這一支 不知道這支現在 是不是要被註記一下 是不是要註記王佑正 車上有這支 我要自首 我要跟我們徐部長 自首 我自首 我有這支 開玩笑的 其實這一支不是我的 這支是我們這個 節目同仁的 節目同仁的 他車上可能 他可能喜歡打棒球 他的興趣是打棒球 打棒球 所以車上會放一支 木製的棒球棒 所以今天對不起 我講錯了 我不是要自首 我要檢舉 我檢舉這個 中天 中天新聞台 某節目的某執行製作人 車上放這支 我要檢舉他 麻煩這個 徐國榮部長 還有我們這個內湖的警方 如果看到 我待會把車號 姓名 Line給我們的這個所長 還是局長好了 看到他的車子 給他攔下來 然後好好的檢查他一下 因為車上有這支 有一支棒球棒 好 最近這個棒球棒的話題 引發了很多很多的討論 有人說呢 也不能怪我們啊 自然不好嘛 我們也只能帶著這一支 放在車上 我們也沒有要鬧事啊 我們只是要防身啊 你也知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不代表人不會犯我啊 你也知道台灣現在 這個拍你當搞小人 路上瘋子很多啊 我哪知道有一天 會不會有人要攻擊我 所以我拿這支 我放這支 是要防身 不是要惹事 那這樣子到底可不可以呢 今天徐國榮部長 又有新的說法啦 甚至還告訴超商的店員朋友們 未來你們有救啦 今天他跟蔡清祥法務部長 兩個人開記者會告訴大家 我們面對超商惡煞 面對到便利商店裡面 殺野的這些奧客 我們有新的措施 我們可以好好的保護超商店員 什麼新的措施咧 等一下來告訴大家 不過現在很悲哀 不只在路上走路很危險 騎摩托車 也隨時可能被人家攔車下來痛扁一頓 就算你開車 也可能被對方拿這一支 來嚇你 砸破車窗 砸車 大家應該印象很深刻 前一陣子呢 就有一個這個新聞畫面 有沒有一台白色的賓士 停在這個一樓 好像是這個騎樓裡面 就人家這個鐵捲門的前面 結果一群惡煞 就拿著棒球棒 就像這一支 又是砸玻璃 又是砸車門 又是砸板金 又是後車燈 又是前車燈 又是後照鏡 砸了一個稀巴爛 所以在台灣很奇怪 我走在路上也不安全 我騎車也不安全 我坐在車裡頭開車 可能都會禍從天降 那到底該怎麼辦呢 想先在乎自己該怎麼辦 不如先問問超商店員該怎麼辦 因為這兩天 大家還是非常非常關注 最近一連串在超商因為勸戴口罩 而遭到攻擊的社會案件 我很想問問蔡英文總統 我也很想問問林靜宜醫師 他們要穿什麼 超商店員不管是大夜班 小夜班正常班白天班晚班 我想問問他們要穿什麼 為什麼我要問林靜宜跟蔡英文 為什麼 不要忘記了林靜宜曾經告訴我們 台中治安很差 地方勢力盤根錯節 所以到台中選舉要穿防彈衣 是 民進黨告訴我們 到台中選舉要穿防彈衣 那我就想問問民進黨的朋友了 到超商上班要穿什麼 可以請林靜宜醫師回答我嗎 可以請蔡英文總統回答我嗎 到台中選舉要穿防彈衣 那到超商上班要穿什麼 我真的很想知道 能不能告訴我到超商上班 穿了什麼才能保護電源的生命安全呢 要戴護目罩嗎 還是護目鏡 要不然會被挖眼嗎 還是要穿其重機的那個防摔衣 戴著護肘 戴著護膝 戴著護腿 要不然你的肋骨會被打斷啊 甚至有網友開玩笑的說 還是我要先帶著我的遺書 到超商去上班 因為我不曉得什麼時候 碰到一個瘋子 碰到一個神經病 碰到一個喝醉的 碰到一個吸毒的 碰到一個吸毒的 我的命就沒了 還是我要帶著一個警察到超商上班 還是我要帶著一輛救護車 停在超商門口 隨時stand by 有人進來對我下手 立刻有救護人員來救我 然後把我送到醫院去 可能我就不會死了 蔡總統 林靜宜 民進黨的朋友 可不可以告訴我 到台中選舉要穿防彈衣 到超商上班 要穿什麼 要穿什麼 我很想知道 這個答案 那我今天看到也有不少討論 說又在那都沒有用啦 你戴護目鏡 它就打斷你肋骨啦 你穿防摔衣 它都敲破你腦袋啦 你戴安全棒 它就打斷你雙腿啦 沒有用啦 那怎麼辦 有人說那不如建議我們的國防部 趕快去研發 鋼鐵人的那套戰甲 然後讓超商店員 每個人都穿著上班 保證安全 刀槍不入 化學武器不能攻擊 連爆炸都不怕 台灣曾幾何時變成這種國家 台灣曾幾何時不要說走路在路上 在車子裡面都很危險 連辛苦工作到超商去打工 正職管你白天班還是大夜班 我都要時時刻刻提心吊膽 然後我們的政府告訴我們說 為了遏止治安的事件發生 好拿球棒的通通要標記 通通要註記 那我這隻小手手要不要註記一下 你不要小看我小手手啊 我小手手要是生氣起來抓狂起來 用戳的用桶的用灰的用敲的 一樣可以造成人命的損傷 那我來拿小手手的要不要註記一下 我車上不能放球棒 那我放小手手可不可以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那如果我車上放一個馬克杯 欸各位你不要小看馬克杯啊 你想想看你聽一下 欸這要是對人家腦袋把它烤下去 我怎麼會死人呢 那我車上如果放馬克杯 放一打的馬克杯 放一箱的馬克杯 有人過來嗆嗆 我拿起來就往桶上砸 那我車上放馬克杯 要不要註記啊 那如果車上有充電線呢 對吧你車上應該都有手機的充電線吧 欸你知不知道充電線 它的耐拉度很強啊 你有沒有看過人家拿電話線 纏繞別人的脖子 欸勒到窒息 有吧那我車上放充電線 要不要註記 網友說慘了 小吃店通通要註記為什麼 因為小吃店裡頭都是折凳啊 別忘了周星馳說 折凳是十大兵器之手 異常於民間 完全不顯眼 隨時拿起來就能當武器 累了還可以打開 坐著休息一下 那慘啦 小吃店通通要註記啊 什麼樣的白痴政府 無能官員 腦餐總統 會想出這種方法 會要用註記 來標註 車上或身上帶著 他們定義的 危險物品 我真的是搞不懂 我真的是搞不懂 等了四十個小時 我想昨天這個正常發揮 應該也是最快 談蔡英文臉書的po文 等了四十個小時 終於他臉書寫出了 一連串他自認為的大道理 但網友對於蔡英文的po文 只有八個字 蔡總統你聽清楚了 哪八個字我送給你 人寫無情 謝則廢文 人寫無情 謝則廢文 顏寬人說得好啊 各位 真的要自求多福 台灣人命不值錢啊 無價賊你知道嗎 台灣人的命 比不上美國的一條狗命 我再精準一點的說清楚 台灣的一條人命 比不上美國的一條狗命 先說我非常熱愛動物 狗狗不論是自然死亡 還是被人家欺負 或是被人家下毒而離開 我都是非常非常難過的 但是很現實 台灣的一條人命 比不上美國的一條狗命 拜登的狗狗 往生了 蔡英文第一時間 Twitter發文哀悼 台灣的一條人命走了 蔡英文等了四十個小時 才發了被網友評價 冷血無情 謝則廢文的一篇廢文 今天文漢哥 應該是昨天還是今天 在這個 也是我們中天的政論節目上 講了一段話 他分享了一個 民進黨支持者三個孩子的媽媽 寄給她的一封信 我看了很有感覺 我待會兒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媽媽提到了蔡英文 過去競選時候 所發布的那個競選影片 我今天也把它找出來了 我讓你看看 過去的蔡英文 是如何驕傲自滿的 數落國民黨馬英九的執政 過去的蔡英文 是如何兇有成竹的 對台灣人民掛保證 要你吃得飽 住得好 安居樂業 結果現在呢 蔡總統 別說吃得飽了 吃不飽的大有人在 別說住得好了 你的八年二十萬社會住宅 在哪裡 更別說安居樂業了 出門還得帶著棒球棒 車上還得放著棒球棒 到超商打工工作跟玩命一樣 何來的安居樂業 然後你只會剖廢文 我告訴你 連你的支持者都看不下去啦 他們有多後悔投票給你 你知道嗎 今天在公開行程 有記者問蔡總統 有人說你的文章PO得太晚了 蔡英文一句話都不回啊 揮揮手 他鳥都不鳥你啊 他甩都不甩你啊 為什麼 因為這色舞不會加分啊 那什麼事情會加分 蔡三色豆會加分啊 所以我在民進黨花錢做的 broadcast的節目上面 我眉飛色舞的蔡三色豆 好好吃 我在英國念書都吃 我的狗也喜歡吃 哎呀貓我就不知道了 那個叫做眉飛色舞 口若懸河 口莫齊飛 好開心啊 我加分聊三色豆 跟香菜一樣 最近民進黨還講 火鍋要不要加芋頭 我們到底是什麼智障政黨啊 要不要辦公投好了啦 炒飯要不要加三色豆 大腸麵線要不要加香菜 火鍋要不要加芋頭 來三個公投題目 來辦公投 辦啊辦公投好啦 還是明年要選舉的 民進黨先是首長 來當政見 如果我當選桃園市長 我保證在桃園境內 所有的 烏飯麵線 大腸麵線 通通不加香菜 來當政見 如果我連任高雄市長 我保證台灣在高雄境內的火鍋店 火鍋裡面都會加芋頭 來當政見 我保證我如果能夠選上總統 我跟所有台灣人承諾 以後炒飯裡面一定會加三色豆 我還要研發三色豆特製的狗食 讓你家的狗也吃三色豆 狗食要加三色豆 貓飼料不能加三色豆 大腸麵線不加香菜 火鍋一定加芋頭 來當政見 當政見 如果它不重要 台灣人不在乎 選舉講出來不能加分 你也不敢當政見 那你在扯什麼 低級無聊當有趣 簡直是莫名其妙 我告訴你 我看到陳其邁這種智障發文 我看了就一肚子火 你睡得好嗎 46條人命都沒人去找你啊 你還管得了火鍋 要不要加芋頭啊 你有什麼問題啊 蔡英文更多啦 那46條 這個太魯格49 還有這幾條 你還在乎三色豆好不好吃啊 我告訴你我還真無聊你知道嗎 我前陣子還特別上網去查 英國到底有沒有料理加三色豆 我告訴你還真有 因為蔡總統說 我在英國念書都吃三色豆啊 我想說聽你在唬爛 英國三色豆嗎 他很上網查 我跟你講真的有 不然我就拿出來打臉他了 真的有 你去談英國什麼 他沒有想什麼 英國十大食物 有個什麼派 裡面有放那個肉的 我告訴你裡面還真有三色豆 跟英國可能不叫三色豆 他就是剛好有胡蘿蔔 剛好有青豆 剛好又放了玉米 在台灣三個病在一起叫三色豆 對不起我也很無聊 但我只想打臉他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啊看到沒有 來我再說一次啦 你如果有種敢在這種 民不安國不太的時候 給我整天講三色豆好不好吃 火鍋加芋頭 大腸麵線 要不要加香菜 你就給我拿來當證件 如果你不敢拿來當證件 證明他不重要嘛 證明民眾不在乎嘛 那你整天掛嘴邊幹嘛呢 我們在乎的事情 揮揮手啊哈哈哈哈 沒聽到啊哈哈 沒有橫文哈哈 不是廢文 沒有人寫沒有無情 到底在搞什麼鬼啊 然後各位這篇文章多廢 各位我們昨天討論過了 今天我更深入的剖析給你聽 這篇文章只有幾個目的 第一個挺正文燦 第二個互陳其邁 第三個警察處理 第四個陳時中趕快插屁股 關我蔡英文什麼事啊 我只要先護好我的賣賣 高雄出了一大堆治安事件 不只有棒球棒還有槍啊各位 蔡英文你的臉書怎麼不提高雄 你敢提台中跟新北來啊 盧秀燕鞠躬道歉 侯友宜立刻把這個行刑事槍殺 這個人的這個嫌犯 在中國大陸給逮到 你敢提台中跟新北 啊鄭文燦咧 事情發生跑行程 隔天還跟賴清德 兩個人討論台灣未來 一開口就說 那到夜班有兩個人 做白癡事講智障話 你還敢護 然後高雄出了一堆事情 你裝作沒看見 你當我們都瞎了都傻了 都聾了都死光了還是都白癡了都趴帶了 不要來這套啦 我也奉勸一下林靜宜 林靜宜同學 他喜歡叫顏寬恒同學 我也奉勸你啦 在社會安全網這件事情上面 在反萊豬公投這件事情上面 在高端四季這件事情上面 你最好閉嘴 我告訴你這三件事情 就是民進黨最扣分的事情 你還整天掛在嘴邊 跟眼寬恒打嘴炮 對不起我不是周遇寇 我沒有什麼獨家 對不起我很菜 我不像人家 新聞跑很久 人賣很多很多獨家 我沒有獨家 但我有很好的邏輯啊 你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 我都可以堵到你 閉上嘴 你喜歡講是吧 可以 我今天就把你的說法給列出來 我來好好挑戰你林靜宜 你講的話合不合理 說到高端 今天有一個新聞 大家看了恐怕也是 這個 也不要說一肚子火啦 就是一肚子排泄物 一腦子都是 可能只有腦子裡 有這種東西的人 才講得出這種話 今天陳吉宗說 陳吉宗去哪裡 就是蔡英文講三色豆 那個Podcast的節目 什麼什麼什麼不已喔 就是那個 你看那個節目 政府花錢做這種智障節目 讓總統去說三色豆很好吃 讓農委會主委去說 大家不要誤會 萊克多巴胺 萊克多巴胺 就像豬的保健食品啦 你是在說什麼啦 如果是豬的保健食品 在那邊都後 台灣趕快開放 讓豬健康一點 網友送你一句話 主委 如果是保健食品 那麻煩你拿來拌飯吃可以嗎 你吃給我看啊 保健食品嗎 豬能吃 豬吃下去了 人吃豬 豬 何必呢 豬都把營養吸收掉了嘛 我們只能吃到一點點嘛 不如直接吃 陳吉豆 來麻煩你帶頭 萊劑拌飯吃 吃給大家看 深吞萊劑 就是有這種官員啊 就是有這種候選人啊 就是有這種部長啊 就是有這種總統啊 民進黨真的不要太搖擺啦 有些深綠的縣市 也許2022拿回來機率不大 我們等2024 我到昨天前天之前 我都覺得2024 民進黨大概要執政了 但是我看到你們這些人 不停吹票噴票的行為 我真是倍感欣慰 真的感謝 麻煩繼續 麻煩再繼續冷血一點 再無情一點 再智障一點 再低能一點 幹話再多一點 然後再去亂呼喊一點 拜託 千萬別停 千萬不要選舉到了 突然間大家都正常了 突然間大家都不正常了 都突然間開始 哎呀好好好 為民眾著想千萬不要 麻煩民進黨的朋友 繼續正常發揮 我保證 這個 嗯 你會不好選 我不敢說他一定會輸 好 來我們就要來賓第一位 這個現在明明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陳惠仁 惠仁哥 大家平安 巧機小心得低 大家好 滿志剛小滿 大家好 我今天小手手休息 我今天要拿棒球棒 我今天要拿棒球棒 來我們來看今天的封面 這樣可以吧 會不會被人家檢舉說 已經檢舉了 會嗎 我說會不會就是 就是弄起來說什麼 喔這個主持人 主持的時候居然帶武器 標記 然後這樣警察衝進來 把我壓在地上 然後說要標記 要標記這樣 去YT檢舉 會嗎 讓你整個頻道下降 沒有我是打棒球 一定有人去檢舉 只是現在還數量還不夠多 你還沒被下降 我是打棒球 我以前小學很喜歡打棒球 真的我以前那個 小學每天晚上回家 都聽那個中國廣播公司 那時候職棒 中華職棒四隊 我是魏全龍的小名 真的真的真的 頭首當然最喜歡看黃平洋 捕首應該是誰 圖中南 不是那是山商的 葉君章啦 葉君章是之後了 捕首那時候 陳金茂 陳金茂嗎 還是誰 一雷手應該是陳大順 二雷手是羅氏信 三雷手是郭建林 遊擊手是麥雷諾 葛雷諾他弟弟 對不對 你看我真的喜歡打棒球 右外野手是屢民視 中華野手是坎沙諾 左外野手是黃炯龍 有沒有 你看我是真的喜歡打棒球 我是想證明一下 不要檢舉我 好啦算了我換小手手 來 超商案40個小時 我剛剛沒講錯吧 中華野手是坎沙諾啊 拳雷打王啊 右外野手是 左外野手是黃炯龍 游擊手我沒聽過 游擊手麥雷諾啊 就跟葛雷諾 長得一模一樣啊 他真的是雙胞胎啊 長得很像 兄弟像的葛雷諾啊 他的弟弟叫麥雷諾 在那個衛群龍 打多久 打沒多久就那個 就那個時候的陣容是這樣 三雷手是郭建林 二雷手是羅氏信 羅氏信還是隊長 你看 我真的有看棒球 所以我剛剛是打棒球 不是打人 來 超上岸 四十個小時 po廢文 真的是廢文各位 我們昨天 馬上 因為我們時間剛好 這個打他九點多po文嘛 我們十點鐘的節目 就拿出來講 我今天更深入的 否則給大家聽 你就知道有多廢 這個 網友嗆蔡英文 沒血沒累 言寬人這句話說得很好 所以我今天把他放在 我們的封面上面 台灣命 沒嫁棠 沒得錢 就別人的性命 別人的狗命 是孔金狗寶寅 但是我們台灣人的小名 不得錢 這個誰的狗命 這個拜登的狗狗 這個拜登的狗狗 美國的 拜託 美國的狗狗孔金狗寶寅 台灣人呢 沒嫁棠 不得錢 來下面 對不起 陳吉仲 也許你今天沒有看到新聞 但我真的覺得這句話幹爆了 所以我一定要把他放在 我的封面上面 陳吉仲說 什麼是萊劑呢 什麼是萊劑呢 哎呀 大家不要想太多 萊劑呢 就像是豬的保健食品 哇 真是不得了 原來萊劑像是豬的保健食品 那為什麼要禁呢 那台灣就開放吧 大家來用好不好 大家來用 這個網酸度破表 那主委 你要不要來拌飯吃給我看 吉仲 明天開記者會 教你如何 萊劑料理 有沒有 當時要什麼 香蕉料理啦 鳳梨太多 鳳梨料理啦 蓮霧太多 蓮霧料理啦 現在萊劑沒人要吃 太棒了 陳吉仲 來萊劑料理 告訴我萊劑怎麼吃 是泡水呢 還是泡牛奶 或是果汁 能不能加在可樂裡面 如果拌飯的話 到底要怎樣的量 哇 這拌起來相當美味 好不好 好奇 來我們現在直接進到第一章 我要先請教我們的賓格 來 這我剛剛說的 林靜宜民進黨都告訴我們 到台中選舉要穿防彈衣 好 那我就要問問民進黨的朋友 蔡英文 蔡總統 林靜宜 林醫師 那到超商上班要穿什麼 到台中選舉穿防彈衣喔 那到超商上班呢 來 有人被戳眼 那就只好戴護目鏡 在這邊 如果覺得護目鏡不夠的話 你有看過NBA那種嗎 那個很厲害 那個半張臉的 聽說很硬 那個不是我們在路上 那個一片軟軟的 會彈的那種 很硬 NBA球員帶那種 那個也不錯 可能比較貴 所以要戴護目鏡 防止眼睛被挖 還是到超商上班 我們要看這個被狂毆 然後這個肋骨還骨折 還是我們要穿這個防摔衣 這個應該蠻厲害的 順便護肘護膝都帶一帶 到超商上班 戴著護目鏡 穿著這個防摔衣 那如果像桃園這位 很不幸往生的這個朋友 真的家人節哀順變 那你一路好走 那如果是像這樣子的悲劇 要穿什麼呢 穿什麼都沒用啊 人家要治女死地 我要穿什麼呢 有網友就說 那你就把這個遺書準備好 但是我不願意這樣講 我比較正向一點 遺書準備好 就好像你已經覺得 你會往生了 我們正向一點 所以也沒關係啦 你就是帶一個警察去上班 你就帶個警察 要不然就叫一個那個救護車 在那個超商門口待命 不然請林靜怡 請蔡英文告訴我 到台中很可怕 選舉穿防彈衣啊 那到超商上班要穿什麼 我相信現在很多人 可能寧願到台中去選舉 也不要去超商上班啊 秉哥 昨天我們在這邊已經 檢視過蔡英文也好 許國勇也好 鄭文燦也好 在這件事情上講了多少幹話 然後講的都是一堆完全沒有意義 我看他自己邏輯都不通的東西 那我昨天有看到網友在討論 先跟大家釐清一個觀念 有人說那這樣是不是要穿鎖子甲 鎖子甲沒用啦 其實鎖子甲沒有用 穿鋼鐵服啦 我跟你講 請大家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鎖子甲它是防劈砍 它不防穿刺 對用筒的不行 對筒的它沒辦法防 所以長矛類的或是刀類 尖刀之類它沒辦法防 那古代那種劈砍的那種武器它可以防 如果要防穿刺要用什麼你知道 要用板甲 那就是鎖子甲外面就穿一套板甲 那你就走不動 整個人一百多公斤 是要怎麼走路 所以那根本不可能嘛 那我剛剛也仔細在想 因為你看又要戴護目鏡 又要再穿防摔衣 那又要找警察來 那有沒有可以一個兩拳其美辦法 可以防所有的攻擊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喔 還有槍喔 槍你也要防啊 我想到了 你先說 其實我想到一個比較折衷的方案 我們知道要防槍的話大概只有防彈 防彈衣可以防對不對 那可是防彈衣不防穿刺 它不防刀 所以我想到一個兩拳其美的辦法 就是你裡頭穿防彈衣 然後外面穿吉祥物的那個大玩偶 戳不到 對你沒有辦法戳 那萬一它很長怎麼辦 很難啊 基本上 因為那個衣服超級厚 對 它這樣戳進來就直到這邊 那個玩偶很厚你知道嗎 戳不到你這樣 但是問題來了 第一個你大概先會被熱死 第二個你什麼事也不用做 因為你會這樣走路 對啊 你根本沒有辦法正常圖路 也沒辦法正常工作 但這些是 你覺得我在說笑嗎 其實這是一種悲哀 真的是悲哀 沒錯 因為我們的政府完全沒有 任何有價值有意義的措施 就是不斷地在跟我們講一個幹話 徐國王現在最新的一個 辦法 面對因應的辦法 居然還有人說好 就是以後要電源隨身配配辣椒水 因為你知道我看到這個 對 你知道徐國王他們今天開會 就說 新方法 輸回贊成配辣椒水 那你乾脆給他們配槍好了 我說真的 乾脆給超商電源配槍好了 什麼 什麼 什麼腦亂東西啊 你們知不知道 幾次電源被攻擊的事件 人家是根本連準備的機會都沒有 他可能正在整理貨物 可能正在收贏 可能正在幹嘛 那個人突然之間抓狂都衝過來 你是怎樣 你以後店員每天準備工作 就是辣椒水就是這樣 要結帳的時候就要先這樣 先準備噴你 不然的話請問一下 他拿了什麼時間去拿辣椒水 而且我也想再請教一下 這個辣椒水是國家配給呢 還是店員自己掏腰包去買 他已經叫超商買啦 叫業主準備啦 不是 不是這個東西根本就很奇怪嘛 要求 店員做實名制的是誰 不是你防疫指揮中心 要求戴口罩是誰 不是也是你防疫指揮中心 好歹因為這樣產生了 第一個所有的加班費啊 相關的業務負擔 是不是你防疫指揮中心都要出錢 那再來 如果因為這樣造成傷害 是不是你也要負責 那如果因為這樣產生了所有的裝備 是不是你也要買單 理論上來講應該是這樣的 不然你憑什麼要求人家 而且今天喔 陳時中還說 還告訴我們說什麼 他認為 實名制不能停 要到明年2022年中 就搞到年中啊 最快2022年中 實名制才能解除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一直弄這個實名制到底 意義合照完全想不通 想不出來耶 為什麼今天早上今天凌晨在北投 就有一個人 一個喝醉的老伯伯進來的時候 這個店員叫他實名制 結果他就跟兩個店員起衝突 也是你們講兩個店員喔 起衝突喔 現場一片混亂 差點收拾不了 後來一次 警察進來制服他 你們真的覺得兩個人就有用嗎 這個老伯伯還好沒有帶刀喔 他如果帶刀怎麼辦 現場可能就有傷亡 所以兩個人絕對不是解決辦法 帶辣椒水不是解決嗎 如果你真的覺得台灣已經恐怖到 店員都要帶辣椒水的話 那我建議以後所有的便利店 這要國家補助喔 所有的便利店裡頭裝潢改成當鋪 你說前面有一個那個 前面一個鐵柵欄 欸 對不起 如果真的這種事情程度不休 兵哥或許就是個好提議啊 是啊 因為你只有這樣 這個圓比辣椒水好多了 人家根本弄不到你啊 對啊你根本碰就碰不到他 因為以前當鋪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常常會被搶 所以他們就直接這樣 全部都是鐵柵欄 然後全部你所有的 經過那個小開口 對就是小開口 對啊就是這樣 你要結帳 反正結帳你也是付錢給他 要不然付卡給他嘛 反正都一樣 然後要微波自己去微波 對啊現在全部反正都你自己去微波啊 拿什麼東西自己拿啊 然後如果出門的話 你就沒有付帳對不對 直接那個門自動鎖起來 對 不讓你出去 然後就直接通報報警 大概就是這樣 不然的話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重點不在於這些 我跟你講 你要防止人家這樣的犯罪 你永遠防不了的啦 你們這個基本的道理不明白嗎 重點是怎麼樣從根本做起 怎麼樣去把這些思覺失調的 有暴力傾向的 有各種脫序行為的 你怎麼樣做好的管控 所以昨天我們在這邊提到 也是蔡英文總統自己講的啊 不是那個訪視員嗎 官訪員 官懷訪視員 官懷訪視員 官懷訪視員嗎 那你們指弄了 本來蔣國安昨天說188個 你知道同一篇新聞喔 我看到我們那個 衛福部一個次長講的更好笑 他說其實喔 我們已經很有進步了 你知道怎麼進步嗎 我們去年才99個人 今年已經加了80個 所以你看我們一年就加80個很有進步了 不得了 錯 講完說188個 80加99多少個 179個 更少 因為走的更多 離職的更多 然後他 他去跟人家 他自己還誇架了一口 說到2025年喔 也就是我們要非和家園那一年 他的這個官懷訪視員 會成長到1050個 你見鬼了吧 怎麼可能 我跟你講 你到未來可能會離開的 比進來的多 你會越來越少 跟蔡英文的核能政策一樣 都是唬爛 你的綠能 欸2025年 蔡英文說綠能要達到20%耶 你覺得有可能嗎 現在才5% 5.5% 怎麼可能嘛 所以 現在整個政府都用胡說八道 都用騙 都用拐的 蔡英文就下台 讓我插啊 是啊 蔡英文2024就已經走了 給下一個人處理 所以現在隨便跟你打包票都無所謂啊 反正看誰接下一個倒楣嘛 那下一個接的又告訴你 時光環境不同 又不一樣 永遠就這樣無限回缺 就是這樣 那台灣人都像一對白癡一樣 你這樣被耍來耍去 大家覺得很高興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要從根本做起的東西 我也必須坦白告訴大家 這種東西不可能一觸可及 你說 這個東西實現下去之後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之內 變好 不可能 絕不可能 問題是你有沒有在做呢 根本 問題是他們連開始都不想開始 是嘛 這是最可怕的地方嘛 那 每一次增強見警率 像那個 李承翰那個事情發生之後 就是那個鐵路警察那個事情 那時候也是說每個車廂要配置 配置啊 配置警察 結果咧 現在有在配置嗎 鄭捷的時候說 捷運都要警察巡邏 現在也很少啊 然後 普悠馬號的時候 不是說因為 那個車長一個人 那個司機員一個人 所以要配置兩個司機嗎 你現在再去台點看看 一台車有兩個司機嗎 都唬爛了嘛 都是應付了 是記者來拍的時候 給你做一下面子 過幾個月 風聲過了 就沒事了 所以永遠不可能 自本嘛 大家有沒有看過很久很久以前 一部電影叫 天天星期天 天天星期七 那馮翠凡 然後 那時候找了很多大明星 曾志偉啦 秦沛啦 然後 梁朝偉啦 都來演 都 他們就演一些 思覺失調的人 那馮翠凡就是那個社工 不斷的追著他們一直跑 葉德賢演他的徒弟 那部電影蠻感人 很多年前 快30年前的電影 那部當年很轟動 為什麼 他倒出了 你要去 協助這些思覺失調的人 有多困難 最後的結局是 他一直在幫助的 那個 馮翠凡一直在幫助的秦沛 思覺失調的 到最後抓狂把 馮翠凡刺死 哇 就是這樣 那你要知道 這本來就是有一定程度 危險性的東西 你覺得台灣現在 還有多少人願意去做 這是直接會發生危險喔 台灣現在連願意當兵人 都那麼少了 你覺得願意當社工的人 會有多少 你覺得願意當這些 關懷訪事員的人 會有多少 而且更不要說他們的薪水 其實其低無比 是沒錯 沒錯 所以你不給人家調整待遇 不給他一個好的工作環境 讓他每一個人要負擔兩三百個人 請問一下誰願意幹 除非那個是愛心爆棚的 誰會願意去幹這種事情 那我們不能永遠 期待人愛心爆棚啊 這個社會上 不可能每一個人都愛心爆棚啊 大部分人是為了 一份工作為了生活而已 所以當你的條件 不改善的時候 你講這些都細話 一點屁用都沒有 什麼辣椒水 辣椒水有什麼用 配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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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警棍啦 我覺得乾脆這樣好了 這樣這樣得要不要 以後整個大夜班 我幫你徐國種出主意 整個大夜班 全台灣所有便利店大夜班 有保留接管 警察去上班 直接警察上班 你不是要增加見警率嗎 其實兵哥我跟你說 我剛剛想到的辦法 我們台灣 兩種東西最多 滿街都是 一個叫便利商店 一個叫派出所 簡單啊 以後便利商店 開在派出所就好啦 大家去派出所買東西啊 旁邊就是警察在辦案 你試著誰敢進來怎麼樣 為什麼不行 可以啊 你乾脆停這個方法 我覺得還比給辣椒水有用 其實 而且 你有沒有注意一件事情 現在便利商店出問題 你開始在便利商店 增加見景率 那夜店打架呢 台灣有多少夜店 增加見景率 是再增加見景率 那 宵夜攤打架呢 再增加見景率 增加見景率 所以那 你到最後只有一個辦法嘛 就是趕快 請我昨天的勸 趕快請宋七利來當警政署長 你才有機會解決這個問題 所有警察都分身 對啊 只有這樣嘛 不然的話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所以真的不要再跟我講這些五四三的 然後最可怕的就是 蔡英文 你看她昨天 三三來遲到9點18分 晚上9點18分才發那個文 裡頭充滿了政治的算計 是 對 不斷的 明明是桃園發生的事情 你要把台中拉進來 把新北市拉進來 然後 頭是 那個台中 尾是新北 然後中間才夾 再塞一個桃園進去 這厲害 你民進黨就是這樣幹事情 做任何事情想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政治算計 對 然後根本 沒有去考慮到 這是一條寶貴的人命喪失 一個不到30歲的年輕人 一個父母養了快30年的 一個年輕人 就這樣白白犧牲了 好犧牲了 過往了 我們沒有辦法 往生了我們沒有辦法幫他解決 至少你可以為活著的人 多做一點事吧 你也沒這麼打算 你就是繼續想要用這種話術去糊隆 我是很悲觀 我老實講 我認為 在蔡英文的任期之內 台灣不會有改變 這個情況就會不斷的輪回 唯一一個辦法 就是要把蔡英文拉下台 就是要把民進黨拉下台 只有這樣台灣才有改變的機會 只是機會而已 不見得真的會改變 因為接任那個人不見得是好是壞 我只能說 至少你要有改變才有希望 如果台灣永遠是民進黨跟蔡英文執政 那永遠不會有希望